最近不少企业都出现资安的问题 或者是遭到骇客入侵 书还像是微风集团 传出大概90万名会员的资料外泄了 要怎么样因应呢 确实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 而且这两年来真的很多企业受到攻击 我们来看到现在也帮大家整理出来 包括了虎航 还有熊师集团跟立台科技 以及华航、Iran、微风百货 刚刚提到的通通都被攻击了 而且呢有包括勒熟的部分 真的不少 像是微风在今天 他们也证实他们有收到勒熟的一个信函了 90万笔的个资外泄 看到Iran的部分当时也有40万笔 华航的部分还有知名人士的个资 也都被外泄出去了 而且呢近几年来 其实攻击的对象一变再变 最先骇客其实锁定的是向金融产业 因为是肥猫嘛 那他们还瞄准的是他的ATM来攻击 不过随着金融产业的这个资安 越来越提升之后 开始转换了攻击目标 现在甚至连中小企业都被攻击了 而且专家也表示 这样的一个资安危机 不是短暂偶然出现的 通常都已经埋伏了两到三年时间了 所以该如何来解决 例如可以成立第三方的一个深度见解 盘点整体的一个弱点跟渐进的部署 像是防火墙以及防毒软体 而在政院的部分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个应对 行政院的代理发言人罗秉承就表示 主管机关三天内要来做行政检查 然后十天内提出报告 政院两周内要来召开检讨的会议 那再来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 个资法现在要研议提高整体的罚则 甚至是整体的一个适用范围 好 再来关心受到出口不振 以及经济成长数据不好的影响 主席总出说下修了近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2.45%下修到2.21% 那想问一下 目前央行升息会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呢 确实哦 因为大家老百姓的荷包越来越薄了 还要不要再升息 还要不要让大家痛苦指数再提升一点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数据 现在确实三大原因 出口不振民间投资缩手 还有这个消费转弱的影响 现在相关数据表现都不太亮眼 下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了2.12% 叫去年11月预测的 又来走跌了0.63个百分点 勉强保二了 但是是近八年新低 再来呢就是代表通膨的重要数据 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2.16% 叫去年11月也是上升了0.3个百分点 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了所谓的警戒线了 那生活不好过 我们来看到生不生息呢 现在呢其实说法也非常的多 大型的国营交易士主管就表示说 观察近期利率的走势 认为啊大部分市场认为央行是不会再生息的 不过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到还是有很多生息的一个压力 像是最新通膨率大于2% 再来电价调涨跟普发现金无二战争 所以研判三月可能呢 还会有相关的一个生息空间 深海另外外媒报道说 英特尔本来要尾由台积电生产的三奈米计划 现在传出要延后怎么回事呢 确实应该就是整体的状况真的不太好 这个订单啊整整库存啊都还在调整当中 所以现在外媒引述啊这个PC业者谈话 这个三奈米的晶片计划研制这个明年的第四季 比原定的要晚了一季的时间 这当然会冲击到台积电 包括它的产能利用率啦 还有整体的一个营运 尤其呢英特尔现在状况真的不太好 一些坏消息都出来 营运的一些逆风的一个状况 削减了发放股力 那来看到呢现在呢 是来到的股力是0.125美元 这是16年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位了 那么还有引发的就是包括了 裁员降薪还有放缓新工厂的支出 这牵动了整个跟台积电 三奈米的一个合作时程 不过呢虽然台积电哦 被这个英特尔好像现在放鸟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还是有利多的消息传出来 包括什么呢 包括的就是苹果的部分 它已经包下了台积电三奈米的制程 而且是全部的产能哦 而这个消息出来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进一步来巩固在先进制程的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台积电其实呢在这部分呢 恐怕受到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且也表现在它的股价上头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呢是走升了百分之2.17 收债的价位呢是518元的一个价位 表现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除了财经重点提供给您 也要推荐给您的是旁边的QR Code 扫描之后就能够加入的是TVBS娱乐头条 让您娱乐资讯不漏接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经济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